日前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共军队将会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大型军演 这是中共第一次参加这种军事演习 那么这次中共的军队能够受邀参加 是国际社会给中共露脸的机会呢 还是西方自由社会有其他的用意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分析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1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正在取得切实的协作效果 中国将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大型军演 为此要举行初步中间总结三次会议 中国参加了初步筹划会议已经准备就绪 俄罗斯 韩国 日本等22个国家也将参加这次军事演习 美国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表示 美中双方一致认为需要有一份海面作业议定书 坦诚交换意见 双方也认识到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必须务必消除一切错误估算 美国代表的这种自由社会 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军事交流 对它有一种了解 对它有一种疏导 对它有一个劝善 中国想通过跟美国的太平洋联合军演 来向国人显示 他被世界认可了 他是一个所谓的强国 他的政权是有合法性的 你中共现在在扩张力量 海军尤其是海军在积极扩张力量 那么好 我就让你知道 我美国和我的盟国 海军力量有多大强大 第二呢 美国想影响中国的军队 你训练中间一定要有交往 这个中间就可以互相交谈 美国的做事的方式 美国的战略的原则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军人 美国目前拥有12艘航空母舰 拥有航母的历史已经达到100年 战斗经验已经非常丰富 但是美国还是限制你啊 你没参加多少 你这全在一条啊 所以等于是个观察员的身份啊 一般的会议你可以参加 最机密的会议它不会让它参加的 所以还有等次的 近年来中共的崛起给太平洋周边国家 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包括中共的老朋友 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小国家 因此要求美国把战略重心 转移到太平洋地区 以维持这个地区力量的均衡 去年美国邀请环太平洋地区的20多个国家 参加了在夏威夷水域进行的海上军事演习 当时南中国海领土争议正在持续 俄罗斯印度等区域军事强国 以及日本等国都参加了那次国际联合军事演习 而中国缺席 那次演习有来自22个国家的42艘船 6艘潜艇以及200架飞机参加 各国参与演习的水兵共有25000人 这项多国军事演习自1971年起 每两年举行一次 但去年的联合军演是历来最大的一次 由于正好是美国宣布将重返亚洲 而成为最受瞩目的一次演习 不过当时中共媒体表现低调 官方媒体没有予以显著报道 美国的华府的智囊对中国的关系 它主要是有两个策略 就是恶制和合作同时齐头并进的 如果说是白宫是共和党的话 共和党就更趋向于 使用更多的恶制的手段 这个策略 民主党的话 那么它就更趋向于使用合作的手段 2009年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军演时 曾经邀请中共参加 当时美国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机挺说 外界对中共的军力扩大 以及北京跟堪培拉关系紧张 感到关切 需要改善澳大利亚和中共的军事和外交关系 他们急于让中方参与进来 是希望更好地了解中方的意图 并且呼吸 Let it not be